大家听说过补刀这个词吗? 它最初作为游戏用语爆红网络 后来使用范围扩大至日常生活 是指在对话中 用一种非常规式思路来回答对方的问题 从而达到一种打击对方 或引起冷笑话效果的说话方式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补刀这个流行词吧 补刀最初用于游戏中 只通过最后一击杀死小兵的战术 后作为流行词 比喻一件事物已经破败不堪 却对它进行了再一次的攻击 在日常生活中 比喻对他人造成二次伤害的行为 最近天气很热 我什么都不想做 工作拖延 被上司训化了 上司做得对 你就是间歇性努力 持续性懒惰 这种时候你应该安慰我 怎么反倒补刀呢 今天补刀这个词 大家学会了吗 希望大家可以活用起来 我们下次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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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